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我们都知道 在NBA的赛场上 身体的碰撞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 无论是杀伤内线还是外线投射都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身体接触 因此 球员们拥有强壮的肌肉也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 不过 显为人知的是 其实在联盟中有许多隐藏的肌肉男 今天 我们就来看看联盟中那所谓的瘦子 由于库里拥有一副人畜无害的小学生样子 因此在许多人看来 他并不具备在NBA赛场上对抗的能力 对于这一点 若是说他刚进入联盟那几年 其实还说得通 但在熟悉联盟节奏后 库里的肌肉那是肉眼可见的在增长 不幸就看看库里的这张沙滩罩 说是重型后卫 我都信了 为了争夺联盟第一的位置 杜兰特也是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在身体素质方面 此前由于身材比例的原因 不少人都觉得阿杜完全就是封线上的竹竿 但从前几年杜兰特所晒出的训练罩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肌肉同样是相当强劲的 这手臂完全可以用麒麟臂形容了 作为一位依靠风骚控球技术 让球迷喜欢的球员 冲击篮筐对于欧文来说 完全就是家常变化 而在这样的家常变化下 身体对抗就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大部分球员都认为欧文的身材不够劲爆 但没有足够的肌肉 是根本无法支撑他华丽球风的 而在过去欧文所晒出的训练照片中 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肌肉也是相当完美匀称的 虽然这几年龙多一直处于漂泊状态 但他在季后赛里的表现足以表示 他的油箱还有油 纵观其职业生涯 除了有着出色的传球技术外 他的身体素质也是空位里数一数二的 虽然穿上球衣的他肌肉不那么明显 但把衣服脱了之后 他完全就是个行走的肌肉怪物 这线条说是风险 我都信了 在库里横空出世前 雷阿伦就是联盟毫无争议的最强射手 但也正是因为超强的投篮能力 人们也忽略了他的身体素质 毕竟这可是参加过扣篮大赛的猛汉亚 而从他各种脱衣训练 照我们也不难发现 雷阿伦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肌肉男 这完美腹肌 堪称联盟独一荡的存在了 作为联盟历史 最矮的MVP与德封王 能够达成如此成就者 便说明艾弗森的身体素质 也是天赋异禀的存在 别看他外表 长得瘦小 他的肌肉 也是能够跟联盟 各种肌肉男板板手腕的 这肌肉精度 哪怕是一些一米九的大汉 也比不过 这也是为什么艾弗森能在 常人灵力的NBA中 打下一片天的重要原因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